當我們以為Wi-Fi好像空氣般普通 事實上有很多基層的學生在家上不能上網 就像小鹿學生登華 在停課期間為了學習 竟然要回學校借Wi-Fi 因為學習重要 不是跟不上原本錄影班的進度 因為星期三兩點就會派整個星期的報告 我媽媽的數據都不是苦舊勇 去看一條影片 家裡沒有Wi-Fi要出來做 學校有Wi-Fi很棒 住在上面 走過來又不近 與其那些限時 不如來這裡不限時 又方便 可能兩天回來一次 一時鐘可能會做到四五時 做人回家 就是這樣回學校幾次 然後就被校長發現了 我都會回來處理一下校務 那天離開的時候 就在學校門口那張牆椅子 我看見他坐在那裡 我就跟他關心 阿燈說什麼事 就是你在那裡 他就說了一個情況 原來他家裡沒有Wi-Fi 我覺得作為活在2020年的香港 好像Wi-Fi或者Data 很容易就拿到 好像空氣那種需要 那麼基層 但事實不是 我回到家就覺得 那不是辦法 就開始找人幫忙 最後就找到一個朋友 就有一個Wi-Fi彈 在阿Bio街又找到一些數據卡 齊齊了 那天是星期三 我下去出門口 就看到他了 我還跟他說 我借什麼東西給你 你就怎樣還給我 他還說了四字成語 不得規矩 沒錯 非常好 很開心 可以真的不要那麼麻煩 我覺得我這些人很可憐 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人 我更可憐 時間多少個月 都很久了 很多個月 都很久了 這個位置 掛不掛這個位置 掛不掛這個位置 掛著 兩個月左右 唉 作為一個校長 我在這個香港社會 我是一個中產 都會覺得其實 香港的福利都不差 譬如他們要用BRD 他真的買不起的 政府會有關來基金資助 我覺得自己也是很膚淺 有些東西實在 你都不是真的 最了解 我看到 我實在 我學生裡面 有個圓燈碼 我相信香港有很多個圓燈碼 或者給圓燈碼 更加慘的學生 我就盡量的努力去幫 馮校長上個月尾 開始四圍找WiFi彈 終於找到250隻左右 今天就交給其他學校 轉交給有需要的學生 我想發生了這件事 其實對整體 香港教學界 或者我們都去了解多些 基層所面對的問題 並不是這麼簡單的表面